在2023年爆火的男星,一定会在2024年继续火下去吗? 众所周知在娱乐圈里,一个明星突然地走红,是离不开作品,人品和营销的。 那么这十位在2023年大火的男星会抓住现有的机会,继续在新的一年里问鼎流量宝座吗? 第一位肖战,不管流量群体如何更新换代,肖战与王一博都能一直占据顶流位置。 即便肖战在《陈情令》大火后遭受了诸多非议,但他还是一直潜心研究演技,不断用作品证明自己。 在2023年肖战的三部作品接连与观众见面,分别是6月播出的与李庆主演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 7月播出与任敏主演的《玉谷瑶》,以及9月播出的与白百合主演的现代都市剧《娇洋伴我》。 不出所料的,这三部剧都是当月的热度或全端播放量冠军。 正是因为有这样优秀的成绩,肖战得到了徐克的赏识,主演了由徐克指导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 并且已经定档于2024年春节档上映。 另外还有一部郑小龙导演的《藏海传》,已经官宣开机,两部作品皆是由明导指导, 不难想象肖战在2024年的人气还是会稳居第一。 第二位王一博,提起了肖战就不能不提王一博, 这一年他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电影上,播出了四部电影, 他们分别是与梁朝伟合作的谍战题材影片《吴明》, 与胡军合作的空军题材电影《长空之王》, 与黄博一起领衔主演的青春喜剧电影《热烈》, 还有一部客串电影《中国青年》,他也凭借《吴明》, 提名了第36届金鸡奖最佳男配。 从目前官宣的作品中不难发现, 王一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电影上, 先是和黄景瑜的公安题材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, 还有一部与诚尔导演二次合作的电影《仁鱼》, 还有一部带播电视剧《长风破浪》已经定当了央视, 看来他的实力也经过了央视的认可。 第三位魏大勋,他凭借着《我的人间烟火》, 里面的男三角色孟燕晨爆火出圈, 因为他的爆火,观众们愿意重新通过他审视更多被流量埋没的好演员, 他让我们看到,魏大勋不只是综艺达人, 更是一名踏踏实实钻研角色的演员, 而魏大勋也不忘初心,珍惜着孟燕晨的羽毛, 自从大火后他没有乱接综艺, 反而出演了央视开年大剧《问苍茫》, 他在剧中饰演蔡和森, 而他的带播剧也都将在2024年接连播出, 包括《不讨好的勇气》、《人生若如初见》和《难言摘笔录》, 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看点, 《不讨好的勇气》中他将展现人物的独特魅力, 《人生若如初见》与观众分享情感世界的深邃, 《难言摘笔录》更是将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充满奇幻与历史的世界, 这么多作品更让人期待他的精彩表现了。 第四位《诚意》, 如果说2023年之前, 诚意一直在积累, 那么2023年就是诚意的爆发年, 他今年虽然只播出了两部作品, 但是质量却非常上乘, 一部是与张于希主演的现代爱情剧《南风之我意》, 另一部则是今年暑期大火的古装探案剧《莲花楼》, 这部剧属于平台高走, 前面十几集不抓人, 但后面却越看越好看, 在豆瓣近52万人投出了8.4的高分, 而央视野队《莲花楼》赞叹有加, 这也足以让诚意拿下了不少的商务资源截至目前, 诚意今年一共新增了10个商务代言, 要知道去年一年这个数额才是3个, 而总代言也达到了12个之多, 但播剧方面, 诚意也有不少, 一部是与李一同搭档主演的古装男性群像剧《英雄志》, 还有一部与李一同二搭的古装玄幻剧《狐妖小红娘王》全篇, 可以说诚意只要一直保持现状, 2024的大火也是必然的, 第五位谭剑刺, 虽说, 长相思里和小妖有感情线的就有三位, 但是最初圈的那个必然谭剑刺饰演的湘柳, 在剧集播出期间, 关于湘柳的热搜也是最多的, 也能从侧面看出, 谭剑刺的演技着实优秀, 但大家要知道, 当初在公布选角时, 谭剑刺仅有174的个头还是让他受到了很多网友以及书粉的攻击, 但是谭剑刺凭借在剧中沉浸式的演技, 还是让自己硬生生地出圈了, 网友都纷纷感叹, 让你饰演像柳, 没让你从书中把他抠出来, 而句外, 谭剑刺爆火后的8月和9月, 他就官宣了7个代言, 代言总数也达到了10个, 是暑期十几位出圈男星中表现最好的一位, 不难想象在2024年, 长相思第二季播出后, 谭剑刺的地位一定会在上一个台阶, 第六位张婉逸, 虽说张婉逸在长相思之前, 已经因为觉醒年代和乔家的儿女有了不小的人气, 但是流量这方面还是比不上同龄男星, 但是长相思一经播出, 张婉逸的人气也开始直线上升, 隐忍病交的表格枪炫, 经过张婉逸的演绎, 更多了一丝让人心疼的破碎感, 而他超强的台词基本功, 扛起了全剧的高光明场面, 有网友说, 长相思中四位男主角, 其他人都可以互换角色演绎, 但枪炫只能是张婉逸来饰演, 即便因为枪炫大火, 张婉逸也没有死磕流量路线, 他的戏路越来越宽, 年代剧, 父辈的荣耀, 与贝德感拉满的, 我知道我爱你, 更是让人看到了他身上的能力, 2024年他的代播剧还有, 长相思第二季, 锦绣安宁, 柳州记, 可以说张婉逸是真正的未来可期, 第七位邓维, 杨子的一部, 长相思, 可谓是极度忘夫, 张婉逸火了, 谭剑子火了, 在剧中涂山景的邓维也火了, 事实上, 他也是电视剧爆火后, 流量最高的男演员, 2023年邓维播出了两部仙侠大剧, 一部是长月静明, 一部则是长相思, 但只有长相思, 成就了邓维, 现在邓维的代播剧全部是古偶剧, 一部长相思, 第二季, 一部云秀行, 一部仙台有数, 可以说古偶就是邓维的舒适区了, 第八位于世, 2023年暑气荡的一部, 风神捧红了纳然, 翻红了费祥, 更是彻底让于世成为了当红男星, 多少人被风神里的激发骑马射箭率, 晕在大荧幕上, 从演技到颜值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 大火了以后许多商务资源都接踵而至, 从8月爆火开始截至目前, 短短两个月, 于是已经接到了至少五个商务代言, 从化妆品到珠宝, 从日用到快销, 都是叫得上名字的大牌, 我们在看杂志方面, 从8月20号开始八天八宣, 很多主流刊物都向它抛出了橄榄枝, 而且每一次应照都上身迪奥, 华伦天奴等大牌, 可见奢侈品牌, 尤其是迪奥, 对这位新生流量的鸭宝和看好, 而于是并没有被光环砸晕, 反而对剧本的挑选格外慎重, 目前在带播剧方面, 除了明年, 风神, 二三部的继续上映, 于是还有一部与马伊丽合作主演的民族电视剧, 《我的阿勒泰》, 一部与网影录合作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, 《欢迎来到我身边》, 还有一部由林超贤导演的《红海行动2》, 也即将开拍, 可以说只要于事不作妖, 三部作品至少能保证他能大活五年, 第九位龚俊, 虽说龚俊在2023年也播出了两部剧, 但是水花相比于其他人还是逊色不少, 一部《安乐传》播出效果甚微, 一部《我要逆风去》, 又因为原生台词受到诟病, 目前龚俊的有效待播剧只有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, 这也是他的翻身之作, 能不能重回巅峰就看这部剧了, 第十位张灵鹤, 张灵鹤的现状与龚俊也很类似, 同样是在2023年播出了两部剧, 却没有拿到意料之中的热度, 云之雨, 好评如潮, 却捧红了程磊和田家瑞, 明安如梦, 草点连连, 王兴月的热度反而水涨船高, 张灵鹤的人气反而没有太大的变化, 而当年让张灵鹤进入娱乐圈的《天官赐福》, 也因为单改全面背景没有了播出的消息, 可以说现在张灵鹤手上的作品数量不多, 十位男星对打的也不多, 现在只期待2024年的代播剧《杜年华》, 四海重鸣, 会不会让他的热度有所回升, 在2023年大火的十位男星盘点就到这里了, 你更看好谁的发展呢?